接着来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第十节 叫一切的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都因耶稣的名无不欺息 我本身 跟从耶稣信耶稣这二十三年里面 我可以告诉你 耶稣的名字真的是 没有一个人不 遵守 我记得有一年 当然这样的案件是很多的 我的举例一种 有一个 早期我的教会 就是有很多那些被鬼扶 邪灵 中邪的情况的人 都来到教会被祷告 有个姐妹 有个女孩子 她就是说被鬼扶的情况 然后一个就把她带过来 我们就为她祷告 当这个邪灵在她身上发作过的 过的 过的 过的显现的时候呢 这个女孩子有一个柔弱的女孩子 变成一个力大无穷的女孩子 就是说如果有五个男人 好像国险这样的尺寸这样的男人 五个人捉住她都捉不到她 他们尽力她很暴 那个女孩子啊 那邪灵在她身上发作的时候呢 她就很暴力啊 丢东西丢椅子啊 很 就是很 我会看到她 最后怎么样呢 最后 我会跟你说 其实 耶稣的名字是蛮有能力的 那我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 就是因为累积 经验的累积 那当下我只知道一样东西 圣灵感动我 我就奉耶稣的名 我说奉耶稣的名 我捆绑你的手 我捆绑你的脚 我说你们都放开她 不用再做她 我说捆绑什么 这个女孩子马上就倒下去 好像是被绑着这样 脚也被绑着这样 不能动 OK我命令你现在坐下来 跪下来 她服务 为什么呢 因为 在灵界 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好 灵界当你用 耶稣的名字的时候 一定事情会发生 所以要好好算用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可以用耶稣的名 在任何场合 在任何情况 你可以用耶稣的名 连叫那些厉鬼 连叫那些强暴的邪灵 都要屈服 你不用怕的 牧师不是因为 天生就是很大胆的人 就是因为经历这么多的事情 这么多的经历 我很清楚的 耶稣的名 当我要喊耶稣的名的时候 魔鬼 邪灵 任何的情况都要发生 我将念 我将念旧耶稣的名在我的身上有果效呢 还有很多竞争的其实 我记得我每一次 我以前我的教会住在那个 我不知道只有减暴的地方 那个减暴的地方呢 从减暴的地方要走 我走路嘛 我要走路回五条路 要经过很多小巷的 那些小巷很多野狗的 但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只野狗啊 他身体脱毛到很糟糕 然后又很多肠啊 很腐烂的肠 然后我 我觉得他好像快要死这样 那我就很 我每次走过就很随口的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每一天走过 来的时候就祝福他 回去的时候也祝福他 至少有两次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动作我以为是 我就在这样来念 念旧耶稣的名祝 体验耶稣的名祝的厉害的 我大概过了一个半夜的时候 我看到 发现了这个狗啊 同样的一只狗啊 不一样起来 胖了起来 斜坝了 那时候还是 可是毛还没有长 还是脱毛的情况 可是他变胖了起来 他那个伤口 那个舱啊 慢慢 慢慢的就 运河了起来 我大概是 过了一个半夜 每天也是这样走过去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这样走的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大概三个月 这个狗啊 毛长起来 胖了起来 也 所以 如果你还有机会 为人祷告 你可以为你的狗的帽 来祷告的 其实是 奉耶稣的名 所以你可以超念的 你可以超念耶稣的名字 耶稣的名字 是可以让你用的 因为你已经是上天而已 你有这个权柄 你有这个能力 用耶稣的名字 没有信耶稣的人 没有权柄 用这个名字 当然如果你是信耶稣 你绝对有这个权柄 用这个名字 那